Hello 大家好,我是Terence 最近在網上流傳著一個報紙截圖 上面寫著粵語移致鼻咽癌 難道粵語真的會引致鼻咽癌? 事緣在2004年海南醫學雜誌中刊登了一篇文章 標題叫做 鼻咽癌語音異患因素與難患因素分析 裏面提到由於粵語內有些很特別的鼻咽羽毛 會令鼻咽反覆受到震動波的刺激 令粵膜肥厚和增生 久而久之會形成皮勝腫瘤 而網上流傳這張截圖 由廣州日報記者採訪了腫瘤學和語言學的專家 訪問了關於這方面的專業知識 然後寫了一篇文章在廣州日報刊登 為粵語澄清 裏面的專家都指出如果說說粵語會引致鼻咽 其實這是一個沒有科學依據的推論 但為何會有人將鼻咽癌的矛頭指向我們的粵語呢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 全球鼻咽癌的病例原來有80%都是中國 而中國的鼻咽癌病例裏面又有80%分佈在華南五省 分別是廣東、廣西、湖南、福建和江西 而廣東和廣西更加分別排名第一和第二 所以鼻咽癌亦都被人稱為廣東癌 為何我們華南區特別多鼻咽癌呢 首先是因為遺傳因素 我們南方人其實很多都有共同組織 而我們裏面的遺傳基因都很相似 所以中國華南區就成為了鼻咽癌的重災區 另外廣東裏面的土壤和水這些自然環境當中 化學元素鋤的含量是偏高的 有醫學報告研究指出 高鋤的飲食就是導致鼻咽癌的主要元兇之一 還有就是在廣東人的飲食習慣裏面 有很多醃製的食品 例如臘腸、臘肉、臘鴨 都是帶有亚硝酸鹽 是有致癌的作用的 而很多廣東人都喜歡吃的鹹魚 更加被世界衛生組織定為一級致癌食物 所以廣東人比較容易患上鼻咽癌 並不是因為講粵語 而是因為遺傳、水肚和飲食習慣所導致 難道日本人長壽是因為講日文嗎 好了,今天先說到這麼多 如果你想第一時間收看我的影片 可以關注Canton Radio公眾號 和右下角我各國的社交帳號 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